这么精美的一个院落 藏匿于一个小村落里面 这个小村落也是几面环山 很少被人发现 这里是山西陵石 早陵村 属于是王宇乡 看看它的四周的环境 全都是千钩万刻的 很典型的黄土高原的一个地质地貌 很难想象得出 当时它辉煌的时候 是多么的气派 人丁是多么的兴旺 也很难想象出 当时作为晋商 他们是多么的有钱 才能修建起这样的高墙大院 早陵村的现状也是 只有老人 几户老人在这里居住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老人 在这里做农活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六点多了 能建造这样房屋的 在当时非富即归 这里在禁中 所以说禁商肯定是比较多的 问村民 这里相传好像是 也是几个兄弟 做生意 做大了之后 在这里起房建屋 建了这样庞大的一个古建群体 整个早领村的这个古建群体 保留下来的 完整保留下来的也是很少的 由于这里地处偏远 然后交通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山路特别的崎岖 所以说没有开发什么旅游景点 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的天然 也就是说 这里一个拐弯抹角 只有部分的古建群体 是被相应的有关单位 是保护了起来 装的也有摄像头 其他很多的古建都是自生自灭的一个状态了 在早领村随处可见的大门头 砖雕 木雕 石雕 也是一应俱有 很难想象当时建造这样庞大的一个古建群体 建造者当时就是特别这里的主人 花费了多少的金钱 花费了多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如今呢放在这里 该坍塌的坍塌 该这个破败的也都破败了 小小的一个村落里 除了几户老人 便再无人 问津 这些院落 可以看一下 每一个其实都是非常的精美 可惜了 现在都已经是 看它完全破败了 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个 门头 也就是整个早领村 保存的最完好的 哎呦 这个院落呢是进不去的 大门处进不去 这是它的二楼 这个院应该是 这个村落当中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院楼 精美的专雕 从这里走出去 由于这个早领村也是跟沙腰村一样 没有很多的历史文献资料让我们去参考 所以说没办法讲它的一些历史 没办法去讲它的 至于是什么人在这里置办的 什么之前居住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人 它的最早建于什么时间 这些都是无从讨旧的 只能看一些建筑物 福建群体了 但我们能看到的这些 我们看了也有这么多 像这些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 这是静中地区 这个非常特色的专雕 我们在静东南地区 我们看到的这个门头 大多是以一个很大的一个木雕 先做的一个大门头 然后再是一个静院的一个大门 这里的一般都是以古堡的形式 静中这边有特别多的古堡 防疫体系就是怕以前被抢 这个防疫体系做的也是非常到位 像这个早领村这里是有人打扫这个院落吗 早领村这个也是一个古堡型的 防疫体系也是做的相当到位的 它这个进门有一个这个木头的营币 这个是坏了 这也算是一个门它能打开的 这以前的应该是对照的 也是一个院落 可惜了 已经看不出它的主体结构了 这剩下两栋墙了 你看它这个刚才都说了 它是一个古堡型的建筑 所以说里面的这种道路 四通八达的 你看看 能把人给绕晕 这也就是为了防止当时 比如说一些山贼 流阔过来打劫抢劫的时候 这里院落里面的人 方便就是修这样的一些通道 他们比较熟悉 方便他们逃生 这个院也是进不去的 墙也都是非常高 这些高墙大院都是当时为了防止 防止一些被入侵 被抢了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下院 不是 这个我们得过去看一下 这个院落也是很有特点的 只不过大门打不开 像在我们在特别是近西北地区 有山西的挨着旅梁这一块 这些木雕跟近东南地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一些砖雕 早领村这个我看过一个视频 一个视频上说是湖南 好像是湖南的两个兄弟 至于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查了资料 好多资料上是对这个村落 是没有过多的讲解的 不知道这个视频讲述者 他是从哪里得到的 这个 就是哪里得到的这些论证 但是相传就是那样 两个湖南那边那些兄弟 他还姓胡 刚才村里一个老人确实说了 这有个胡家大院 他姓胡 两个兄弟来到这里之后 也是经商 最后发达了 就在这里开始起房建屋 建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古建群体 整个一个村落 如果单独走的话 不是说特别大 因为它就是一个古堡 我们现在 就是已经把整个村落 已经是看完了 待会的话 我们站在对面 对面的地方再去 西边的位置 看一下东边 整个村落 远景的一个结构 这应该是这个沙妖村 就是这个早领村 早领村这个古堡 最气派的 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院落 进不去 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看一下 上面还有一些酒瓶子 那也就是说 应该在十来年 或者是几年前 还是有人居住的 上面有个帘子 这是进不去 也没法去参观 从村子的西边 走到东边的视频 就到这里 这是早领村的一个全貌 站在村西边的一个位置 可以观看到早领村 整个一个全貌 我们很难想象 真的很难想象 当时的晋商 它得有多么多么的有钱 在这样随处的一个小山窝里面 四面都是这个环土婆婆 在这样一个小山窝里面 就有几百年的一个古建群 这都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 真的三千年 五千年文化 五千年文化看山西 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 整个山西这样的古村落 还有古建这群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由于山西这边的山比较多 有些道路特别的崎岖 所以导致了现在很多这些文物 有的真的已经坏到这个山村里面了 也是没人发现它 等发现的时候 它已经完全的坦塌了 这里是山西零石 王宇湘的早岭村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